Hello 大家好 我是屈柏宇 然后这期Vlog的主题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兴趣爱好之一 COSPLAY 我等会儿要给大家 展示我的一套COSPLAY的SIFE 它是贺丸国勇 这个人物的SIFE 好了 话不多说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我们的正题吧 这是三年前买的 然后 这个是它的腰带 这个是裤子 我给大家再穿一下这个裤子 没想到吧 它是个裤子 它是个裙子 我先穿上 然后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贺丸国勇 这个人物 一边介绍我一边给你们拿衣服看 这个是它的就是里面的一个衣服 贺丸国勇是刀剑乱舞里面的一个角色 然后就是我原来有一段时间玩过刀剑乱舞嘛 但是后来就没有玩了 所以我对它里面的角色的话也就是 仅仅认识几个 就是贺丸 然后还有 这个叫什么 我又忘了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腰带 然后这个是贺丸国勇的一个外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它的一个 然后它后面的话就是全是这种 金链条 别针它是要这样的别在上面的 但是那个别在上面我搞 搞丢了 我上次去麦甲玩的时候 是我蹲在地上 我蹲在地上我带美瞳的时候 我站起来一脚 我就把这个裤子拽断了 我就放过 找了好的地方我去修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喝完的一个手套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喝完的一个假发 它是一个 银白色的一个中长发 就是不算长发吧 就是也比较短它的口发 可以看到吗 然后这个就是喝完的那把刀 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我拿来 当做正宅 不是你看这个做工真的很细 你看它这个花纹 然后包括它做的这个 包括它刀身做的这些东西都做的很细 但小朋友不要玩刀哈 小朋友不要玩刀哈 但是真的不得不说 这是我买过的 就是最满意的一个道具 其实也是我买过最满意的一套衣服 包括这个假发也是 这个假发它就完全不是那种 自然的那种假发 就是很舒服 你知道吗 戴一个假发就是戴得很舒服 完了我看不清楚 完了我看不清楚 诶现在让我外脏 这个假发哈我尝试一下 仅供尝试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准确的来说它应该是 就是有一个发王然后戴假发的 但是我发王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还没买新的我就 只能假发意思的 然后这个假发是修剪过的 它刘海是我是剪过的 所以就是这样看的话就奇怪 但其实它是要把它就是 像那种就是这样 那样就是很流的这种 对 那样的好看 哇 好奇怪 对了对了对了 这个假发可以搭干了 等下一次输扣死了 然后我再出这套 然后 整理想我的头 头发甩水大不得开 然后今天就是由于这个场地的原因 因为我换起来的话太复杂了 然后人也比较多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换装了 就是可以后期PO一点我的 初cost的照片 OK 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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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给大家看一下就好 然后的话这一期的话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